剛才介紹了這麼多對肝有好處的食材 也想梁章為我們推薦幾個食療方 或者劏方 是護肝的 沒錯 我們剛才是我了 柴鬍是一個梳肝 解鬱、行氣、治療肝、鬱 這是很重要的藥物 很常用的藥物 我們平常可以用柴鬍來煮粥 叫做柴鬍粥 你可以用柴鬍10克 加米50克至100克 1、2、2、2克加上白糖煮成粥 這個本身可以舒乾、解鬱、行氣 春季特別對胡肝 是有好作用的 而且柴鬍粥本身口味和口感很好 可以作為日常食療的方法 還有其他嗎 當然有其他 我已經說過了 因為肝很重要的 除了好重要 肝有藏血的作用 肝血不足的話 眼睛看起來不太清楚 所以久忌本身是養乾陰 補乾血 當歸本身是補血的 我們可以和久忌和當歸混合一起煮粥 比如說 你可以用當歸15克、久忌10克 大米由150克至100克適量 加水混合一起煮粥 煮粥的話 這個叫做久忌、當歸粥 同樣可以使用胡乾、養血 養乾、明目的作用 大家知道有些甜當歸的口感會較好 其實藥效有否區別 當歸以外,可能有很多人認為 當歸有些滯過或未滯過 藥效,如果滯過的話 加甜甜當歸 可能本身補血的作用 口感較好 我們還要看要求甚麼治療目的 很多人在印象中認為當歸很粗 很粗,很粗,很粗 所以當歸有些事 我們永遠跟久忌加起來 久忌可能偏平和一點 可能會起到潤醋的作用 所以中藥、中藥藥科或食尿 很重要的說法是藥物的配搭 廣州人最喜歡下枯草 其實很想知道下枯草 應該如何打配煮的味道 多數廣多人都是下枯草 直接放進去煮水,就算了吧 應該也不用加甚麼其他食物 下枯草的味道非常好 所以只用下枯草煮豬草 或者煮豬骨、煮排骨 也不錯 也不錯 當然,我們平常說的 飲食很主要口味 治療作用是次要的 所以下枯草 有時可以配曲花、雙葉 口味也不錯,口感不錯 作為涼茶喝也可以 還有藥材叫棉殷塵 很多人都會知道它是用來去濕的 也會代替一些類似下枯草的味道 其實異者之間是否真的可以互惠代替 又或者說有甚麼區別 我們主要區別 棉殷塵 最重要的作用是舌膽退和 比如說肝臓不好的時候 出現眼黃 黃膽的時候 眼發黃 全身發黃 小便很黃的時候 要退和、去黃 去黃毒 這個時候 最好效果的藥物 就是免殷塵 一般來說 如果不是退和的作用 更多的就是下枯草 清乾火 給口乾、眼睛痛 用乾火 但一旦出現 小便很黃 口乾、口苦 眼黃的整體 那些 有 那些有肝膽、濕炎 有黃膽的情況下 就用殷塵好一點 原來免殷塵和下枯草 兩者之間的功效不盡相同 大家要將它們區分開 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接著考下三位嘉賓 以下哪一種藥線 適用於慢性肝炎 乾皮總大者調補呢 A,雪紅湯 B,單芯黃豆湯 C,狗幾雞蛋湯 D,靈芝土腐靈煲雞 E,五指無頭牛大力煲瘦肉 我就選了它 我不知道,我不選A 因為雪紅湯不知道是甚麼 我覺得除了A 所以你來這裡 看到100分是有進步的 有知識,我稍後再解釋給你 雪紅湯看見一集 你解釋… 其實很簡單 就是雪耳紅棗湯 我看看梁主任 究竟第一個雪紅湯是甚麼 雪紅湯的主要成分是山楂 雪紅湯的主要成分是山楂 甚麼是任何的 甚麼是山楂 主要成分是山楂 最重要的成分是山楂 山楂,我剛才說過 本身是可以降血脂 而且對脂肪肝起了很好的作用 而且山楂有湖肝的作用 當然,它的作用比大黃藥 但它的口感非常好 是呀,好喝 所以剛才大家提到的意見 除了E之外 前頭A、B、C、D 都可適用於蠻性肝炎 肝皮腫大 但我更推崇的是B 肝腫大,蠻性肝炎長期病變 肝腫大,我終於說了 所以肝腫大跟乳血有關 單芯是一個滑血化的作用很強的藥物 所以對肝牙化,肝皮腫大 用單芯推崇了 還有大豆和黃豆 它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就是大豆、二黃銅 它本身是胡肝臟的 所以大豆本身的成分 叫做大豆、二黃銅 本身是胡肝臟的 所以我更推崇的是單芯和豆湯 另外,幾組雞蛋湯 幾組主要的成分是狗肌子 雞蛋主要的成分是蛋白質 幾組我們剛才談過了 狗肌子本身是養肝腫 補肝血的作用 還有,那些雞蛋 如果適當的話 蛋白質可以起到收腹的損害 肝損害的作用 靈芝、肚腹、菱、煮雞 靈芝本身是保腎的作用 肝腎同源 所以保腎起到保肝 肚腹是血濕、健脾、血濕的作用 肝損、濕熱的情況下 用肚腹去好 所以你們說A、B、C、D、E 我也認為有作用 但是我更推崇的是B 單芯黃豆湯 除了這個雪紅湯 除了我們解釋的是甚麼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牛大力 我們覺得牛那麼大力 肯定是保腎的 保腎 沒錯 究竟甚麼是牛大力 先問問梁主任 牛大力往往是健脾、強骨 所以人們沒有力氣的時候 周身骨痛、風濕骨痛的時候 有很多情況用牛大力 這個藥對肝肝的作用不大 那它對甚麼作用呢 是否要補胎 周身骨痛、骨質疏鬆、風濕骨痛 那即是可以補胎 腎氣不足 對,腎氣不足 補腎 因為腎煮骨 對,補腎的 剛才提到的蒜紅湯 也是很好喝的 主要是山楂 我也想起了另一件事 也很好喝 但不知道可否真的 護肝腎或肝皮 就是烏梅湯 酸梅湯 烏梅湯本來是酸味的 我們說中醫的酸味都是入肝 所以烏梅湯本身對護肝有作用 但烏梅最重要的作用 是古代中醫的作用是稻蟲 稻蟲 主要是寄生蟲病 生蟲、生殖 我們可以用烏梅治療 排出回蟲、排出土地的寄生殖 生殖也可以 對,烏梅生殖也可以 只知道烏梅消食多好 夏天喝烏梅湯真的很舒服 而且我看過一篇報道 說烏梅對胃裡的一種不好的菌 幽門螺幹菌 是有抑制的作用的 有抑制的作用 本身對有抑制的幽門螺旋菌作用 這個效果也非常好 我想教授可否跟你解釋一下 甚麼是肝腫大 肝炎就聽得多了 肝發了鹽,可以這樣理解嗎 肝皮腫大,是嗎 肝皮腫大 肝腫大,我剛剛說過了 總是肝氣鬱滯、氣滯血乳 相當於西華 長期的慢性肝炎 最後導致肝癌化的話 肝皮腫大是肝的損害 在很嚴重的程度 肝腫大 是壓迫的悶症脈 也許悶症脈的悶流 悶症脈的血流失暢 導致皮的悶症化 進化了肝腫大 再進步發展 便會出現肝癌 所以肝皮腫大 很多情況下 都是與肝癌化 肝癌有密切關係的 其實肝皮腫大 除了看檢驗時 可能醫生能按到 或者照比超看到之外 他本人有甚麼不舒服 他知道嗎 一旦出現肝皮腫大 這往往是肝病 比較嚴重的程度 會出現很多症狀 你會讓患者覺得肚腫很脹 而且肝癌或痛的感覺 胃口很差 不想吃 經常瘋肚 更加嚴重的 會出現手指 有些紅的叫肝腸 在胸部會出現株酌痣 這些都是肝皮腫大的症狀 這時候可能比較嚴重 要快點找醫生醫 前期他已經有肝癌的病 然後才發展到這步 就不會突然肝皮腫大 完全正確 好 接下來 馬上到今天的健康問題 考考你的環節 看看今天的第一條影片 網醫最近去醫院檢查 被查出有脂肪肝 醫生說你有脂肪肝 脂肪肝很閒 很多人都有 不是的 別人說很容易變肝硬怕的 是不是這麼緊張 這麼厲害 當然 但你應該每天都要吃 一些 糊肝藥才行 不然就不行了 這麼可怕 我趕快去買才行 媽媽、爸爸,去哪裡 去買糊肝藥吃 無緣無故買甚麼糊肝藥吃 醫生說他脂肪肝 脂肪肝用甚麼吃糊肝藥的 或是說脂肪肝,去掉了脂肪就行了 我帶你去健身跑步,減肥好嗎 那我究竟聽誰 一個人說要我吃藥 一個人說要我健身 當然吃藥好 運動好 當然吃藥好 運動 運動好 可不可以消滅脂肪肝呢 究竟脂肪肝有沒有必要引起重視呢 脂肪肝不處理會不會發展成肝硬化呢 中醫對於脂肪肝有沒有化解的方法呢 下一節回來,梁教授告訴你